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子彤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全面批准 为16岁以上的人接种辉瑞新冠疫苗 FDA代理局长珍妮特·伍德·科特 星期一8月23日在影像声明中说 公众可以充分相信该疫苗 满足FDA批准产品所要求的 有关安全性有效性和生产质量的高标准 在该疫苗获得正式批准后的几个小时 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次讲话中 敦促美国人接种疫苗 他重生了疫苗征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拜登说让我大声而且明确的这样说 如果你是几百万说他们在FDA全面和最终批准疫苗之前不会接种的美国人之一 那么现在这个批准已经到了 你一直等待的时刻已经到了 现在是为自己接种疫苗的时候了 国内生物科技公司生产的这种疫苗去年12月获得了紧急批准 专家们强调说紧急批准要求有同样的科学证据和临床实验证据 以证明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只是省去了一些有关产品标签和分发的步骤和技术细节 但是一些专家希望全面批准疫苗将鼓励更多的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人接种疫苗 美国目前正面临着由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种病毒而驱动的病例激增的局面 接种疫苗尤其重要 在辉瑞疫苗获得正式批准后 辉瑞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说 他希望这项决定将帮助增加对我们的疫苗的信心 因为疫苗仍然是我们帮助保护生命的最佳工具 在FDA星期一做出宣布后 全球卫生非盈利组织吴国界医生呼吁这家制药巨头分享其疫苗技术 以增加全球的供应 据吴国界医生说 辉瑞疫苗只有1%送到了非洲大陆各国 吴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项目有关专家顾问拉拉多菲法特在一项声明中说 这些疫苗没有更加普遍生产的唯一原因 是辉瑞生物科技和莫德纳拒绝与制造商分享该信息 疫苗的技术信息 包括在埃及 摩洛哥 南非和突尼斯的制造商 这些制造商 没有能力在10个月的框架内实现最高达1亿剂的生产量 美国已经接种了2亿多的辉瑞疫苗 此外 世界其他国家接种了数以亿剂的辉瑞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对新冠病毒进行为期90天的素人调查期限于星期二8月24日到期 外界普遍认为这一调查的结果恐怕仍然是无法对于这一最早在中国发现的病毒究竟是自然界产生还是研究所泄露的问题提供确切的答案 白方发言人珍沙奇在星期一八月二十三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历时90天的病毒素人调查将在星期二二十日结束 但是要将调查结果解密并公开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沙奇证实调查结果将首先向拜登总统报告 我想发表尚未分类的版本通常会需要几天的时间 显然总统首先会就调查结果听取简报 所以我也不知道公布报告的确切日期 但我认为会需要几天的时间 沙奇向驻白宫记者解释道 拜登总统今年五月下令 美国情报机构对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究竟是从动物 例如蝙蝠传到人类 还是从武汉的一个病毒研究所泄露传播出来 进行了为期九十天的调查 二零一九年底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个海星市场最长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人 但是一开始中国各级政府并未对外国公布病毒起因或疫情状况 直到武汉疫情越演越烈 不得不封城应对时 有关疫情的报道和报告才逐渐透露出来 最开始科学家们相信 新冠病毒和之前类似的疫情一样都是通过动物宿主 自然传播到人 然后再开始人传人 但是后来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情报界人士的话说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有三位工作人员出现了新冠染疫的症状并就医 从而增加了病毒是否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揣测和议论 路透社引述三位美国政府官员和一位熟悉调查情况的人士的话说 由于中国之前在国际专家实施调查搜集 关键资料时不仅没有完全配合 而且还有阻挠的行为 因此他们并不期待美国情报界的调查 能救病毒溯源提供准确的结论 其中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调查报告很可能提出新的调查线索 包括对中国提出新的要求 这可能让已经跌入谷底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如果主要的一方不愿合作 基本上就不可能进行适当的调查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托马斯·莱特告诉路透社 我们需要按照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的方式进行调查 在提交对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之时 美国情报界目前因为没有预见及预见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 在短短一个多星期内就被塔利班彻底打垮 而饱受批评和压力 路透社的统计显示 新冠疫情已经导致了全球460万人丧生 而且毒性和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病毒株 目前仍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肆虐 世卫组织WHO 今年二月间曾经组织了一个国际专家 前往武汉等地做了长达四个星期的实地调查 专家组在今年三月发表 他们与中国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认为 病毒可能从蝙蝠通过另一个宿主传给人类 而且病毒极其不大可能是由实验室泄露 但是由于这次调查缺乏独立性 美国英国和日本都对世卫组织调查报告所下的结论表示质疑 而中国也拒绝提供美国科学家认为 确定病毒来源所需对武汉病毒所及其官员的考察和探访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后来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鼓励下 筹组对武汉病毒所第二阶段的实地考察和调查 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曾经和中国政府走得很近的谭德赛 最近表示不排除病毒起源的任何可能性 而且他也在组建一个新的专家组 以便对病毒的起源做进一步的调查 针对拜登追查病毒起源的90天期限到期 中国外交官发言人汪文斌 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的病毒溯源报告不过是先有结论 后拼凑证据的栽赃报告根本不可信 汪文斌声称病毒溯源需要的是科学 而不是什么情报 由于情报机构去搞病毒溯源 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他还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历来劣迹斑斑 因此他们搞的所谓的溯源报告 更不可能是给予事实的真相 以上是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